各个国家的外交官星期四继续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谈 争取说服俄罗斯支持一项决议 该决议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提出的制止 敘利亚几个月以来血腥暴力事件的计划 西方国家外交官说 星期三在纽约举行的三个小时闭门会谈取得到一些进展 但俄罗斯对目前的决议表示保留态度 该决议支持呼吁敘利亚总统阿萨德 将权力移交给一名副手 并组成联合政府来准备选举的计划 俄罗斯是敘利亚的主要盟友 也是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成员 俄罗斯已经保证 如果决议的文字暗示在敘利亚更换政权 或者未有明确排除外国军事入侵的可能性 俄罗斯就将予以反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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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